本欄目由北美华人最大的购物网站 义上购物特约播出 最极权的商品最优惠的价格 尽在义上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看万维时讯 我是主播Cherry 3月25日至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陪同金正恩前往的还有其妻子李学主 新华社的官方照片中所见 双方会见时李学主穿着妥色套装 气氛裙还戴上胸针 搭上披肩长发 彭丽媛则穿上泼墨花纹的白色长绿鞋巾 配上中国纽扣 颇具有中国特色 再穿黑色高跟鞋将头发盘起 和李学主形成宣明的对比 钓鱼台国宾馆养员斋时 李学主则是换上了白色荷叶袖套装 衣服上玫瑰花样式的胸章也很别致 彭丽媛则是以一席浅蓝色碎花洋装现身 并搭配上披肩 访问期间 金正恩同李学主参观中科院研究成果展 李学主则是换上了白色长外套 以及里面抢眼的芥末绿洋装 并搭配深红色胸针及裸色手包 李学主随访期间站在金正恩身边 表现淡定稳重 打扮朴素 平实 装重 公主头配淡雅妆容 并时不时地展露微笑 展示亲民的一面 为其出众的外貌经验的同时 也引起了很多人对其背景的深挖 李学主原为歌剧团演员 有朝鲜版邓丽君之谕 为今日成综合大学的博士生 还负责管理牡丹风乐坛的工作 但这些信息均未得到朝鲜官方的认可 2009年嫁给金正恩 2010年育有一女 直到2012年才公开婚姻关系 李学主还曾有过失宠的传闻 随后被证实为不实消息 在朝鲜对外公布的纪录片 《敬爱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志》 现场指导人民军队事业105中 有一个场景引人注意 李学主陪同金正恩出席朝鲜 2016年航空与反航空军队飞行指挥员 战斗飞机技术竞赛 一位朝鲜军官上前给李学主进军礼 这位敬礼的军官是朝鲜军队副总参谋长吴金哲 是朝鲜有名的红二代 其父亲吴伯龙曾是陪同金日成一起抗日的游击队成员 在韩国专家看来 对外公开朝鲜军人对李学主敬礼的场景上述首次 这一场面展示了李学主的地位 关于李学主的家庭背景也流传着不同的版本 此前有媒体称李学主的父亲为大学教员 母亲在医院工作 但2013年韩国媒体爆出 李学主的父亲是空军飞行员出身 当时东亚日报曾称 在朝鲜飞行员身份调查严格 需要调查亲属关系至堂兄弟一层 飞行员虽属上流阶层 但很难触碰到实权的核心 且出于对飞行员投函可能性的考虑 即使其家族成员有人犯罪 一般也只会轻罚 自2012年亮相后 李学主共陪同金正恩参加了65次公开活动 其中与军队相关的活动有三次都与空军有关 韩国情报官员分析称 据悉李学主的父亲是朝鲜预备役空军的将军 因此虽然之前李学主主要从事了有关文化和福利的活动 但是他对空军活动非常关心 李学主曾多次因为出现在公开报道中而被怀疑 遭到金正恩打入冷宫甚至死亡 但最终他都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2012年10月中旬 有分析人士认为 接连39天未见踪影的李学主可能被软禁在家 但半个月后即传出消息 金正恩及夫人李学主观看为纪念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成立60周年的牡丹风乐团演出 因当天李学主腹部隆起 分析人士认为其此前未露面是为了安胎而非软禁 2013年12月16日 媒体报道张成泽与李学主有染而被金正恩执行死刑 但2014年4月15日 李学主在朝鲜太阳节当天现身 与金正恩一起参拜锦绣山太阳宫 还有传闻称 李学主曾因为朝鲜版少女时代中的一名女歌手深受丈夫赏识 害怕地位受到威胁 竟将情敌关进集中营囚禁 这位女歌手是朝鲜女子组合牡丹风乐队主唱歌手柳真雅 她是队中最年轻的成员 外貌出众才华横溢 深受金正恩青睐 去年7月更获金正恩亲自颁授功勋演员名弦 是队中第一人 据说李学主未免刘真雅威胁到她的地位 于是罗织罪名陷害她 将她送进闲进北道清津市集中营服刑5年 囚犯被送进清津集中营通常都永无出狱之日 因为那里保持终身监禁制 而李学主有可能在刘真雅行满前加行 使她终身监禁 还有传闻称李学主曾经深陷丑闻泥潭 传闻李学主曾经所属的乐团 银河水管弦乐团成员们性关系复杂 甚至还拍了色情录像 据说在事件调查的过程中 有正言称李学主也和我们一起玩 此言一出 当即为风口随机就处置了十多名相关人员 银河水管弦乐团是朝鲜一国立管弦乐团 位于首都平壤 2009年5月在金正日指示下建立 李学主曾是该乐团主唱之一 2012年3月14日 乐团在法国巴黎演出 由韩国指挥家郑明勋担任指挥 2013年8月20日 银河水管弦乐团团长文庆正 副首席小提琴手郑善荣等 因违背金正恩在6月颁布 严禁观看色情隐晦视频指示后 全部枪决 该团目前已经解散 由于朝鲜官方消息闭锁 外界所了解到的大部分有关李学主的报道 都来自于韩国媒体 因此李学主父亲的真正身份 仍有待朝鲜官方证实 作为围观群众真假难辨 感谢大家收看 万维时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